目前有我们也蛮多的练习 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讲一下 我们的需求是希望在这边 因为刚刚那个月卡函数 月卡函数范围 这个前面有讲过就是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个制定函数 可以简化我工作流程 也就是我直接按确定之后 会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那你就请他一个一个填给你之后 按确定之后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结果给丢到这边来 你就这样填满就好了 那这样反正使用者就不用去想那么多 还要什么看什么公式 这公式都不用了 这不用想说 而且还要锁 忘了锁就错了 所以完全不需要 只需要怎么样呢 只需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个就是所谓的制定函数的好处 因为它可以大大的简化一些工作流程 你可以不知道 你只要知道你要给什么资料就可以了 那像这样的方式怎么做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那有同学就想说 那这个方法还是有点麻烦 为什么要选三次 那我们前面讲过 可不可以不要选三次 因为连续范围 可不可以直接就选一次就好了 当然可以啊 这个不知道各位还没印象 在前面好像有讲过 那个像 第一次上课就讲 手机函数里面 有没有 就手机 那个什么 手机范围 用范围的方式选起来 该还有印象吗 OK 那选的时候呢 变成说他给你三个东西 就像说呢 那个一块蛋糕啦 你可以买切好的 也可以买那个没有切好的 没有切好的 你回去要自己把它动手切开来 到底是差不多的 那因为有三个嘛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切 其实我前面好像有讲过啦 你可以怎么样 先把这个 这个是大瓜糊是一个阵列 对吧 你阵列 我是习惯上会丢给一个A 然后A里面的第一个 因为它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就第一列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所以用什么方式来抓第一个呢 就是A 先列 再栏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那个Sales还蛮像 先列 再栏 用一支 跟这样 一支一 先去抓第一个 一支二 抓第二个 一支三 抓第三个 那当然如果你将来有列的话 你可以第二列第三列 也可以一直往下抓啦 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自立函数的时候 给它一个大的范围 反正呢 这个范围 我从头到尾帮你做完 给你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Return给你一个结果 OK 那这两个方法 按确定 这样感觉这个方法 好像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为什么 因为只需要给一个范围就好了 所以我们后面会有两个 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怎么做 我想各位前面我们有做过蛮多的 蛮好几个制定函数 有没有 不过 这个重点第一个 一样切到开发人员 The 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是怎么样 前面是插入什么呢 Sub 底下的话呢 记得是插入一个方选 那我们做法上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把这个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两段 其实就是首先的话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月卡函数 那我们就是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找方选嘛 把这个名称打上去 月卡函数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定就会跳出一个方选的头 方选的尾巴 一定要有头有尾 ok 第二个呢 方选跟Sub最大不一样是 方选喔 他是有点问答式的 询问 互动的喔 不像Sub 你都不用告诉他什么 你只要按钮按下去 什么事情都搞定了 那方选是 他会跟你要问 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 月卡一 月卡二 月卡三 所以你要丢给他三个东西 那你要怎么丢给他 记得 从小瓜糊 小瓜糊里面的话 你就是第一个 你跟他讲第一个资料 月卡一 逗点 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月卡二 所以这边的话 月卡二 再逗点 月卡三 反正呢 你将来 要跟使用者要几个资料 你就在这边 输入几个 中间用逗点隔开 那如果太多隔 那当然就不恰当 你那就是用范围让他选 会比较ok 那你 他丢给你之后的话 那他 你要怎么 怎么丢回去给他 特别是你要返还给他的话 记得就是返还给这个月卡函数本身 所以一般是先把月卡函数本身先拖拉 我是复制下来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等于最后的结果 那其实这个结果 我看干脆用什么 用这个来参考 这个的可以用这个range 这边 刚刚我们那个月卡的那个sub 来修改 那修改的方法 其实 两者之间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哦 特别注意哦 刚刚是我 这个 这个是由什么 回圈里面去抓动态的 那 所以哦 可是方圈不是抓动态的哦 方圈是使用者给你的 所以你这边的话 就月卡一 这边是月卡二 这边是月卡三 好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他给你一二三 你就分别再去帮他盛起来 盛完之后呢 最后返还给这个函数本身 那因为函数 放的 游标在那里嘛 他就会把资料 丢到那个储存楼里面 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 应该这个概念应该有吧 OK 所以以后制定函数的流程都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问答式的 那做完之后呢 你在游标放这边 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使用者定义里面 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使用者定义 是当你有插入方圈的时候 在模组里面有方圈 这个东西才会出现 如果你方圈里面 你模组里面没有任何方圈 这个是不会出现的 OK 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月卡元素 这时候会跳出什么呢 跳出三个东西来 三个 一二三嘛 有没有 逗点逗点嘛 然后给他 给他 你就按部 一个一个 你会发现 他会return到这边来 那因为你游标放这里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把结果return到这边 OK 你向下填满是因为 里面的资料已经变动了 这上面这个 向下填满 因为这个是ecell里面的规则 OK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月卡函数 怎么做出来 当然你想说 老师我月卡函数 我想要改成范围 你不要 这样要给三个 还是颇麻烦的 那如果越多 要选很久 所以呢 怎么样把它改成范围 其实 前面好像也讲过了 其实就是把这边改成 月卡函数加一个范围吧 所以这边的话呢 名称我把它改一下 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如果改的话 下面返环的名称 这个是一定要一模一样 你不能上面改 下面没改 那这边月卡 就不需要给这么多了 你给我一个月卡什么 范围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使用者就用选的 可是选完之后呢 你怎么去追 很简单 这边其实也可以套公式 你就先丢给A A等于什么呢 A等月卡范围 所以我把月卡范围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底下 先丢给这个 丢给A嘛 那A我刚刚讲过 它有1 2 3 那你再切 这怎么切 其实就是 月卡1 就是用什么来表示 A 刮弧 1 1 1 有没有 然后月卡2的话呢 那就1 12 143 14 14类推 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 当然你就是 14类推 那这边的话就是 也是一样 拉过来 这边的话 就把它改成 123 OK 不过因为刚好是横向的一列 还好 如果纵向 那你就很多个 反正就是慢慢自己切一切 就好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又多一个月卡函数范围了 会先把这个月卡函数范围丢给A 后面的丢给前面 OK 然后呢 再用这个方式去切一个 两个 三个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插入函数又多一个 使用者定义里面 范围 拉一个 123 有没有发现 123 大瓜虎中间加豆点 那我就丢给A 他帮我切 第一个的话就68 10 85 切完之后呢 自己再帮我 乘上百分之多少 按确定 OK 其实结果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两段 所以请各位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我好像也有放这个 或在讲义里面也有制定函数 这个是单个 这个是范围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程式都不会很冗长 而且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多少 但是它的效果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以后你根本就可以 不需要知道你那个公司要怎么下 反正你只要给对的东西 它就会返还给你最后的结果 OK 制定函数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东西其实前面也有讲过类似的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工作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应用 其实可以多多的自己多尝试 试出来之后 其实这些东西我想你就会 你就会越来越纯熟